荷兰的芯片机制造是世界有名的,其中的SM就是世界领先的佼佼者。 但是,今天有消息传出,其荷兰的竞丁对手,戴尔夫特的芯片机制造商Maple正式宣布破产。 Maple有员工270元,但是,申请押后还款已有一段时间了。 目前,Maple能否在身上不清楚? 监护人证实,已有多家公司对此兴趣,但是,破产公司希望能够整体出售。 竞争对手SM对媒体Math表示,也是其中感兴趣的公司之一,正在跟监护人和Maple商谈,但是具体内容没有透露。 SM的总裁Peter Wenning先前曾经对荷兰电台Bear记者表示,万一再生无望,对于Maple的技术的损失感到可惜。 Maple使用的技术跟SM有所不同。 下星期,监护人将继续跟有兴趣的各方商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赞哦。